其实包括西加坡甚至国内最近也是一直在谈一个就是少子化的问题 所以整个国家的人数是在减少的 但是东西又在增多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杜瑶 哈喽大家好 杜瑶是一个来新加坡18年 哪里人呢 古江苏连云港 为什么要选择来新加坡呢 这么多的国家 就其实不算是我自己的选择 就是刚好有一个机会它来了 因为那时候就是政府有一个奖学金的项目 然后也算是蛮神奇的 因为江苏你知道散庄江苏嘛 然后大部分的机会都是给到 好像南京啊苏州啊苏南这些 像连云港苏北城市机会不是特别多 像我可能我前面四五届才有名额 然后我这阶之后又好像过了四五届才有名额 就刚好有这个名额 那有些人可能他们拿了教学金上了学 然后可能有跳板跳到其他的地方 那你没什么选择要留下来呢 我觉得一切都是机缘巧合 因为在那个那个时候的状态下就是还蛮随意而然的 毕业了然后而且我们又有六年的帮 反正都要涉择帮就就在厕所工作 对然后工作的过程中认识了我先生 一切就学到渠成然后就买屋子啊 然后有孩子啊 那你来到新加坡之后 看开始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不适应的地方呢 嗯 还好 因为我们当时讲学金就是一整个项目一起来很多个人 嗯 然后我们有二十个月的Brigging course 哇挺长的 然后这二十个月的时间就我们那三百个人 有NUS一百五十个有NTU一百五十个 然后大家都住在一个宿舍里 也有点像那种国内的大学生活 因为只有宿舍啊 然后大家都是年纪差不多的小朋友 然后一起玩啊 嗯 就就觉得还好 以前你是读的是什么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对啊很理工的 对对对 但是现在是一个 哎 收纳师 啊 对对对 对 为什么会有人需要这个服务呢 我是觉得我们这一大人算是很幸运的 不管是从中国包括新加坡 就整个时代是在飞速发展的 嗯 然后大家的东西也爆炸式的增加 哦 囤积 对囤积 然后其实包括新加坡甚至国内最近也是一直在谈一个就是少子化的问题 嗯 所以整个国家的人数是在减少的 但是东西又在增多 嗯 所以就变成大部分人家里的东西其实都是超量的 嗯 OK 就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嗯 那你有这么多的顾客哈 对 他们通常情况下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情况 或者什么样需要来找到你的呢 就是当他觉得哦 不可以我家食材太乱了 或者说我东西太多了 嗯 或者是哦 我可能要一个什么东西我怎么都找不到 然后可能很多人就会啊那我再去买一个 类似于这样的 通常都是会这样子再去买一个 对 嗯 对对走 像新加坡现在有很多家庭都女佣啊 啊 irre 是的 那他会不会就是要说是因为他们有这些女佣 所以他们就不需要收纳身 女佣跟宝杰阿姨有一点像 就是他们会帮你表面上 嗯 大概就帮在收好一下子 嗯 嗯 比如说他把BERT 啊东西א� 塞塞塞塞在乍塞在厨子里 嗯 而塞塞塞塞在厨子里 嗯 所以这个就是收纳师跟他们有一点不同的地方 我们更多的是帮库克去建立他整个家的那个收纳的系统 然后这样他就OK 全家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应该在这里 我们有一句蛮常说的话 就是每一样东西都要有一个家 如果你不给他这个家 那他就会一直在流浪 然后你就会一直在找他 对没有错没有错 但是你家新加坡 大家其实居住的那个面积都比较小 它不像欧美国家 有些人可能车库啊 就相当于是一个储藏室一样的样子 但新加坡反正大家就这么大地 有这么多人 反而更乱 是的 为什么呢 每个人的生活状态比一样 就是当他进入了那个 我就是很想要买买买的那个状态的时候 很多人就停不下来了 然后就渐渐变成一个习惯 所以我们觉得收纳不好 其实更多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包括他的生活环境 包括他每天日常的习惯 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那怎么样有个好的习惯就是来找我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东西用完了 他就会不安 就是我有见过那种客户他家一整个柜子 里面全部都是纸巾 需要那么多买 对 他就会说这个牌子很好用 新加坡没有的卖 所以我每次海运都会卖很多 OK 然后我就说这个是什么时候买的 去年创十一 然后当时可能已经第二年的五六月份了 他还有一整个柜子在那边 因为就会有的东西他就会觉得 这个东西我是不是不买多一点 那我用完了再买不到怎么办 其实就是买东西的时候 自己心里想一下 大概这些东西够我用多久 就找到你自己舒服的那个度 因为疫情的时候确实是有一段时间 大家会进入那种 真的什么都买不到 那个偷口秀不是还有那个很好笑的段子 说谁能想到有一天买菜 真的是要靠拆盲盒的 就是给我一个葱 给我一个葱 对 就会有很多人去思考 但是现在我觉得那个特殊的时期 其实过去了 我有时候就会问我的一些客户 或者是我们有那种群聊 大家聊到也会说 你囤这么多东西 你家房子好贵的呀 对 因为每个东西都有这样的地方 对 因为这么贵的房子 像西加坡的屋子也不便宜 虽然可能有的人住俗屋 有的人住公寓 但是房价也不便宜 对 你把那么贵的房子去拿来当仓库 那你不如让商家 用好他们自己的仓库就好 就不要去买那个东西 对 就让门口的便利店变成你们家的仓库 对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是 减价我多买一些 我可能两三个月我就省到了 就是这种想法正确吗 Depends 就是如果说你花了那个 你省了那个减价的钱 而且它真的是你很常用的东西 说这个这样有两瓶什么 高活动 对两瓶多少 可能两块钱off 类似这样子的 对 那我也会买啊 但是买了之后就是这个东西在我家 可能一个月之内就会用掉了 那就OK OK 只要它不要囤这样子 对就回到那个说 你要找到合适你自己的量 但我爸今天回来一下刚才在说 哦 生松的菜都在 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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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买一点 对 然后我就说 可是冰箱里有的菜已经要烂了呀 对好 没有从那种想 那这么多客户里面 有没有一种很离谱的 我上课经常讲的一个例子就是 OK 我先卖一个棺子 你猜我在他 我在他家发现了几包 那种洗衣液的补充状 肯定是一定很夸张的数字 50个 那倒是没有 他家有十包 就是那种洗衣液 一包一包的那种补充状 干嘛 就他买的时候也就忘记了 哦 然后 OK 通常他家是这个情况 就是他有一个洗衣区 然后他的浴室 就是他小朋友的衣服 他通常会放在那边手洗 所以这两个地方 每个地方放 一包在用的 跟一包备用的 也就OK了 就是四包 这个你用完一袋 OK 你就再去涛爬一袋 然后他东西就可以一直循环起来 然后我去的时候 他是厨房的水池下面 又翻出来了两袋 然后就说 这个为什么放在厨房 因为其他都是那种可能洗碗的呀 那些其他清洁用品 他就可能女佣不认识他就放错了 所以这个多出来两袋 就六袋了 然后后来走到储藏室 然后又发现 那边还有四袋在那边 然后我就说 这个是哪里来的 他说 我又不记得了 然后再看那个日期 都已经快过期了 可能买了之后放那边忘记了 对对 就因为你东西不给他固定位置的话 就买回来 就塞到储藏室 储藏室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无底洞 什么都找不见 就放进去了 大家也都不知道 然后因为他空间又很大 如果他没有做架子 或者分类分得很好的话 真的就是无底洞 那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囤 是不是有个心理上的一个许言 是的 就是安全感 那其实是跟心理稍微有一点关系的 就是你真正要帮他找到那个安全感 你要让他知道 OK 这个就是合适的量 而且就是他自己知道说 我用完一包 至少我还有一包在后面 这个就是那个安全感 那为什么收纳事呢 在我有了第一个小朋友之后 然后就东西就 都是这样子 是的 然后就我就觉得不行 不能这样子 然后也是快过年的那个时候 然后正好我在上海上课的那个 收纳王子那个平台 他有做一些网课 就是说过年期间你要怎么大扫除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蛮有意思的 然后后来就发现说 他们还有线下课 还可以考证啊 可以一集一集网上学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疫情之前 飞回国也很方便嘛 对 然后就飞去上课 就正好就是见这朋友啊 对 还有没有那些朋友 就不敢带你去家里啊 到时没有 我有那种朋友跟我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你要不我给你报箱飞机票 你回来帮我收一下 那你在你看有职业的转折啊 然后从以前是麦开的关职业 而是因为孙老师 在这么多不确定的情况下 或者转折的话 你如果遇到像困难或者挫折的话 你是怎么样面对的 就是冲过去 冲过去 我的整个人是算是蛮有行动力的这么一个人 就是有困难的话那就去解决它 好像我最近的一个困难 就是小红书一直在卸留我 卸留你 对 就觉得 喂水 小红书 对 那就可能年后就在考虑说要转型 可能说A他我之前是前两年做图文 做得还不错 那今年可能图文好像不太好 视频流量会更好一点 那我就要多向你取指金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一定会分享 办法总比问题多啦 那有没有遇到过真的是走不出来的时候呢 走不出来的时候 因为我的性格算是蛮open的 然后算是蛮大条的那种性格 对 所以有不开心的事情可能睡觉 或者躺在床上刷几个小时的抖音 整个放空 就可以了 所以你不会有那个压力吗 对 就第二天就重新振作啊 那很明显你在做小红书 然后在做一些社交媒体呢 你是在创造一个你自己的一个个人品牌 对 那你觉得在你这个经验中呢 你觉得一个成功的个人品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人设要做好 就是人设不光是一个所谓虚假的东西 你首先要是你自己 然后你才能让别人去认同你 但是你自己要给别人说可以学习可以参考的地方 你首先得是一个有趣的人 然后你得是一个对别人有帮助的人 然后这样才会吸引到别人来去追踪你 OK 所以是人设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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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要做真的不要虚假啊 对 然后给别人 踏房啊 翻车啊 那个就很难看 哦 是 是 没错 我们这个视频有个传统就是上一个嘉宾会回下一个嘉宾留个问题 你上一个嘉宾的问题它是说 在不管是多难的情况下其实坚持是很重要的 那请问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坚持下去 我觉得我自己的方法就是take a break 逃避虽然可耻 但有用了 你就给自己一点时间就积蓄一点能量 然后才接着走下去 有些人可能他们会觉得说 OK 我坚持到一个大概一个一点 就说明这条路也许不适合我 你怎么样可以看出来它是有目的的坚持还是很盲目的坚持呢 我觉得坚持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错的 但是你到了一个点可能会发现说 是不是我真的方向错了 我觉得忙不忙目这件事情 首先你也要坚持了你才会知道 OK at least你坚持了一段时间 你努力去试试试试了各个方向 那如果还是解决不了的话 才会去我自己的个性啦 才会去考虑说是不是要换方向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是不是不够有效率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方式 好 杜尤 谢谢你的时间 好的 谢谢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时间 如果大家家里面很乱 需要有人来收纳的话 我们都已经请到嘉宾了 你不能说我没有帮你 OK 好的 杜尤的联系方法呢 我会把它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关注 可以知道更多杜尤的收纳的这个服务 OK 好 OK 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